疫情发生以来 客运航线受到很大影响 但货机逆行而上更繁忙了 疫情期间 我们运送了无数物资往来世界各地 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这么多的空中女王747 还有我的777 作为一名货机飞行员 被货机是种怎样的感受 货机上没有乘客 没有供警 没有客舱 要自己关舱门 自己准备茶水餐食 自己清洁垃圾 一趟纽约包机来回 机组的执行期长达40多个小时 货机包机床铺不够 机长会用命令有关怀的语气 被副驾驶说 我是机长 你必须听我的 睡床 师兄会对师弟说 我是师兄 你必须听我的 睡床 集中飞行 隔离政策 执勤时间 核酸检测 多久回家 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有时 大家甚至要做好两三个月 见不到家人的准备 想到这些 还是会忍不住鼻子一酸 对于家人 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对于辛苦 我们总是轻描淡写 一带而过 当下一个任务到来 我们还是会抢着 争着手 这是一名货鸡飞行员的职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